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生日体现好人缘 女心理师全员到其沉香剧组没动静 11月6日是女星杨子的29岁生日 她也在网上晒出了一组照片 照片上中杨子穿着一身仙气飘飘的毛衣 抱着一个大熊,笑得一脸灿烂 在她发出这组照片之后 很多圈内好友都在线送上了祝福 乔欣今年仕途才点给杨子送祝福 结果一不小心失败了 还被人吐槽说她只是想上个热搜而已 乔欣跟杨子的友情是欢乐送时期就开始了 后来他们每年都会互送祝福 有一年的时候还晒出聊天记录 调侃抢红包的事情 感觉像女大学生闺蜜一样 李线自从拍亲爱的热爱的之后 就跟杨子结下了很好的友谊 这已经是她第四年给杨子准时送上祝福了 他们的友谊也是令人很羡慕 之前他们就是北影的同学 杨子在欢乐送中的姐姐奖心 欢乐送编剧原子弹也第一时间为她送上祝福 杨子是童兴长大 在圈中人员很好 除了以前合作过的演员为她送上祝福外 带播剧也有不少演员给她送祝福 评论区前排是女心理师剧组成员 大家可以看到在杨子生日动态评论区的前排 全是女心理师的演员 分别是管认姿和王家 排在第三个的适度雨晨 跟杨子合作了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女心理师是单元剧形式 通过杨子和警百燃胃线索 讲述他们一起破获心理难题 治愈心病患者 每一个单元都有该单元故事线的人物 管认姿 王家也是其中几个单元的重要配角 送上祝福后 杨子给他们回了一个爱心的表情 看得出他们关系是非常好了 管认姿之前跟杨子就是好朋友 10月份管认姿过生日的时候 他们一起出去庆祝 期间杨子还喝多了 两个小姐妹搀扶着出来 还抱在了一起 关系好到开花 之前网上传出消息 女心理师已经取得了发行许可 这部剧也是目前杨子最看好的一部戏 因为这部戏质量比较高 角色挑战难度也比较大 是一部能冲奖的电视剧 这一部戏的上映时间有可能比于生还早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让剧组全员比较热情吧 不过大家也可以看到 同位女心理师重要配角的张军宁 这次没有送祝福 而且她最近低调了很多 不知是不是因为9月份那次立场风波影响 现在她也被这个剧组若有若无的淡化了 目前杨子的代播剧一共有三部 分别是女心理师陈香如谢余生 请多指教陈香如谢 开机之前经历过不小的风波 但这些风波已经尘埃落定 官威也及时送上了祝福 不过还没有看到这部戏的演员微博送祝福 而余生请多指教也已经杀青很久 但是这一次回顾这部剧的配角演员列表 同样也没有演员在微博上送祝福 可能大家都选择了私下祝福吧 这部电视剧本来预计去年会上映 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定档 今年宣传定档9月17号 但是在9月17号的时候 仍然未能如期上映 就这样将迟到了现在 可能大家对这部剧的热情已经逐渐冷却 新剧两位男主都未送祝福 杨子这次过生日 两位带播剧的男主角都没有给他送上祝福 首先就是对女心理师的男主角景百然 他们之前在剧组也是有很多的有趣互动 在之前的发布会上 互送抱抱熊场面很温馨 但是在杨子生日当天 景百然只发了一条拍摄南京秋天风景的微博 他和杨子在女心理师搭档之前 也曾经有过一次搭档 演的是女孩冲冲冲这部戏 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比较青涩的时候 杨子还没退去婴儿肥 他们在剧中的很多互动也显得十分有趣 余生请多指教男主演肖战比较忙 最近刚结束《如梦之梦》的演出行程 他的最新一条微博是 为一个服装品牌做宣传 最近活动也是比较忙碌且充实 前几天他状告网络侵权者的法庭直播案件 都上了百万播放量 足以见得他的影响和号召力 肖战和杨子之前出席微博之夜的时候 靠着王子公主一般的造型 缺了不少的CP粉 只是他们双方在私下里面没有太多的互动 之前肖战遭遇网爆的时候 杨子曾经历挺他发为他发声过 但他们应该没有打算炒CP 以剧的质量吸引观众 除了杨子新剧的男主之外 另外之前跟他合作过 湘密沉沉静如霜的邓伦 这次也没送上祝福 应该是不想再惹绯闻上身吧 毕竟这两家的粉丝之前 也是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当然 微博上不公开祝福 也不能说明什么 关系好私底下可能早就送祝福了 接下来就是期待杨子的新剧了 无论哪部开播 想必都会热度不低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